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拿桌子放了 然后又要放椅子在桌子上 然后又要爬上去 那时候画的时候真的是很怕 因为它又有洞 而怕人家会掉进洞里面 所以那幅幅画可能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体验 那时候的心情是非常的开心 而且你可以把它完成起来整理 今天的影片要与大家分享我另外一幅壁画 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进入我们的影片吧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第二幅壁画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的心情 然后画这幅壁画是比上一幅壁画会比较简单多 因为它的高度也没这样大 然后墙壁也没有这样大的墙壁 可是它的唯一一个不同是它是我们画的一个有转角的墙壁 就这样把真的灯笼吊出来 然后跟上一辆真的脚车 遇到什么节日的时候都会增加一些不同的东西 白色在那边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影片还没结束之前 喜欢我的频道就帮我按个订阅分享按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